中信兄弟今年找來新洋炮艾瑞克 儘管他來台才一個月的時間 但與隊友相處就十分融洽 他也從官辦熱身賽中 發現台灣投手素質好 必須讓自己保持高度的專注力 我看起來很棒 每天你得出場的機會是一個楽天 我幸運來這裡 我幸運來這裡 每天都變得更好 你知不知道,是有很多樂趣 我看起來很棒,是很棒的 我認為人們不太誠心 有很多球員在這附層 有很多球員在這附層 正中主炮詹子嫻带入第三年球季 比起刚加入职棒时 他现在更清楚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因此在春训期间特别加强下盘训练 这些年轻选手的成长 恰恰彭正敏都看在眼里 他期待小将们能在新球季 全力发挥不留遗憾 前面的春训就比较不知道要调整什么 就是今年调整起来 比赛的实战状况都很好 不是像以前这样一股撒劲这样打 这样打的是今年这样也会累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下盘的部分 对我下盘激励 因为去年就是膝盖上没什么力量 今年就坚强自己 臀部的激励 大家都照着其实自己的进度 那特别是我觉得是 大家目前观念上不同嘛 因为大家对于自己的自主训练的想法比较好 那感觉出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调整状况 或者是自己在训练上的一个 然后这个观念以后也比较有想法 年轻好手成长茁壮令人开心 但也有让人感伤的时刻要到来 中信兄弟今年有两位资深选手宣布隐退 分别是恰恰彭正敏 以及只剩下12场比赛的队长陈江和 他们也表示会在剩下的每场比赛中 拼尽全力 努力到最后一刻 在选手生涯的最后一个球季 帮助中信兄弟拿下总冠军 其实我压力也蛮大的 因为虽然这12场 这12场也是不能绕口牙 对不对 我有经验 那就是该有的准备 那就是身体也是要保持 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那比赛就是经验嘛 那你说练多练少 因为以前练就是要准备120场120几场的一些 这些储存的力量 那剩12场就是我该有的准备 该有的打击都一样要去做这样 我相信应该顺其自然啊 表现得好不好 表现得出不出来 就只要我在球场上的态度 那我的认真拼近的话 其他就交给老天爷 当然心里会想的就是 学长打了 像恰哥打完一场比赛 就会想说 是不是现在119场 对啊 那韩国就是一样 会想到是不是要11场 对啊 会去想这个嘛 那最重要的团队的成绩 学长还是不断的提醒我们 就是团队成绩有限这样子 因为我还没拿过冠冠的那种感觉 再多拿几次也不会觉得腻 这几批的年轻人 到现在 我看他们都蛮认真的 所以我一直对他们这些年轻的小朋友 蛮有信心的 所以我觉得一直 觉得我们会 转断绝对